我有这样的想法,结球打球 口是这样说,实际上我也是想,王豪追回吧 追回2-0 好,第三局 滑下守卫球,押法球得分 现在的法球要抛高几多公分 虽然很难度计,但在我们眼中,第三只眼中 看法球的人真是很清楚,抛起球后怎么法下去 和以往的感觉是有些区别 以往后发过来都不知怎样发 可以撞击,冲击波,真是难判断 容易偷鸡 是呀 三局的开局,王豪也算打得不错 3-1 现在就是波尔的反手,这条直线 王豪也不容易打 就是对着右半桌 先斗法 追回三平,又3-0 好像第一局 刚才你来到第三局当中,大家看到 前几版都会摆短,摆短完之后拉起就 哪个拉起都没有,拉起都没有,绝对有好处 都不敢说很大力地去移动对方 好像有点就着就着 好处 同样是一分球 波尔不落彩,王豪落彩 看看谁打破这个姜局 三比三来,现在两分球 这局反而第三局 没什么打开 执球多过打球 5-4 八球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去抢弓 所以对王豪来说都挺舒服 速度细胜 再加尾后的落点 因为再打回反手,波尔就側身了 王豪很知道 这局的厉害 先走首位 先逼正手 看上去第三局 还是王豪占上锋 至于王豪不像第二局 自己主动有这么多失误 现在看上去的势都是顺 对了 这个很有关系 你自己不失误 保证了 美分不会先输 不抢也不行 所以一定要抢弓的基础上 保证下桌 速度也可以 所以更好 有机会是半户 有机会是半户扫下去 5-9 王豪领先的几分 都是因为自己打得好 而赢他 现在就是这样 你压得住 就赢不住 你就会被捣 现在又到了第二局 见球打球 哈哈哈哈 四五分的差距 你很难要求全神观珠 现在轮到波尔落后 和第二局不同 好啊 又吃八球 咦 没有插边了 插边了 我们又要说他 波尔还是波尔 你插边了 看这球 好啊 打败过来 二比一 嗯 也有点要来 波尔就是 计三个章小 又在道 6-11 王豪领先2-1 二截 这波尔也是防御